哈啰 大家晚上好 首先要感谢SNE公司 让我来分享我的SNE baby 因为我SNE baby是六年了 在我还没有怀孕之前 我已经服用到生到现在六岁了 他已经吃到六年了 我本身是要感谢我姐姐 因为在六年之前 我姐姐是给我吃SNE 因为我本身体质比较弱的人 一直以怀了baby 一直来红要掉 baby要掉 所以营养不良 所以导致里面的baby也吸收不到营养 所以我要感谢我的姐姐 因为我姐姐看我这样弱 所以给我吃 当我怀孕的时候我服用SNE 我的体质 跟里面的baby也吸收到很多的营养 所以我体质也比较比较强 所以导致我不会便秘 因为怀孕时间 在五六个月baby越大 很多孕妇都会导致便秘 因为baby拖在这边 导致她排便也辛苦 所以服用了SNE 下期 她会帮我们顺顺的每天都排便 所以到我生了她之后 她真的是一个很健康的baby 医生也问我 为什么这个baby出事啊 她的骨骼跟其他的baby不一样啊 骨骼好像软软很硬啊 在我作业的时候 她也给她服用 因为baby我们给她服用帮力嘛 所以导致她也不胃黄哦 很好顾 所以她是一个健康baby 所以她不管她吸收 吸收什么姿势啊 也特别快 也很少生病啦 如果是有生病啊 一下子就好了的 导致有时她出水痘啊 她里面的那些水痘一粒一粒也很快康复 不管是她跌倒啊 还是有去创造啊 她的伤口也很容易很快的复原啊 所以哦 是要给你们知道 怀孕的时候 其实是要服用SNE 给她里面的营养 因为我们生出来母体 钙质已经给baby吸收了嘛 所以在作业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大量吃 因为要补回我们母体的健康啊 体力 所以那时我作业 因为一个月后我一直吃SNE咯 吃了到一个月后啊 我的水肿跟体力也恢复很快 所以生了过后很多女人讲 我胖了咯 不敢生了咯 所以我吃了SNE 我不同咯 生回咯 一个月后 我又 以前的衣服又可以穿回去咯 又变美去咯 所以 很多女人真的 要打主生baby 你们一定要服养 营养 帮助你里面的baby吸收很多的营养 母体也很好啦 所以 Auntie们啊 你们最好是给你们的媳妇 或者是女儿 要开始要怀孕 尽量服用SNE 给你里面的baby 生出来是成龙成凤啊 所以我的分享是分享到这里